谁将非常爱你疼你 你将会和他展开一个甜蜜的感情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露娜 你可以叫我阿比丘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谁将非常爱你疼你 你将会和他展开一个甜蜜的感情吗 你的下一站幸福 下一个正缘会是谁呢 我今天有十个号码 你可以选四号五号二号七号 或者选择一张小硬的牌卡 如果你想要选四号的话 这个是摇动 五号呢就是幻影 二号呢就是火焰 七号就是引力 在还没有开始占卜之前 如果我告诉你雷龙的牌卡 比塔罗牌卡还更容易上手呢 如果我告诉你 你不需要强大的直觉 通灵的能力和魔法来学习占卜呢 我即将会在六月十八号下午三点 举办一个免费线上工作坊 分享一下赞普雷纳曼和塔罗牌卡的一些知识 我之所以会举办这个工作坊 是想要透过这个工作坊帮助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的过去 现在未来 还有帮助你们提升一下你们的正能量过你们想要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到 zh.lunapong.com slash ws 这个网址填写一下你们的名字 邮件电话号码还有LINE ID 最后把工作坊的日记跟时间记录在你们的日历里咯 那我们工作坊见面咯 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你们的账卜 你们可以把左手放在牌卡上面 或者选择一张小英牌卡 也可以选择一个号码4527 如果你们需要一点时间的话你们就按一下暂停 不然我们会先从4号的朋友们开始看起咯 好选择4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谁将非常爱你疼你 这个人将会是谁呢 你会跟他有个甜蜜的感情吗 你们选择了窑洞这张牌卡 换句话说就是呢 你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哇 他释放出的能量市场 或者他的个性会让你觉得就是 就是有震撼到你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 要么就是你会对他一见钟情 要么就是呢你会对他非常排斥 就是他有一种很强的这种个性或者磁场 会震到你 如果你不是那种会跟人家一见钟情的人 那你就是属于就是会非常排斥他的 可以有看到就是有两种极端 然后他的头发应该是比较偏黑色的 可能就是他身上有穿一些比较 比较黑的衣服我是感觉到 或者比较灰色的衣服 他头发会比较尖一点 应该是有弄一下头发 或者就是头发剪得比较短 所以看起来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发型 他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有一种神秘感 你会感觉到就是他好像在看着你这样子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些手势 还有骰子看一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我就是刚才有觉得就是因为你们抽到这个天蝎嘛 我感觉到他有强烈的那种天蝎的能量跟磁场 因为上升太阳月亮有天蝎座的人通常都比较偏爱穿黑色 OK 所以我是感觉到就是他有一股就是天蝎的磁场跟能量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他的星座 或者就是他带来这种神秘感 可是你会很想去探讨跟探索的那一种 你抽到7号或许是这样说就是你可能会在星期天 碰到他或者就是在7号 7个星期以内或者在7月份遇到他 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我感觉到就是在你面 应该是讲说你在他的面前你会像小绵羊这样子 你会有一种羞涩感或者有一种害羞或者胆小的那一面 就是因为他的磁场能量有点强 所以你可能就是很想躲起来 要么就是你很害羞到躲起来 要么就是你挣不住他的磁场 所以你很想要躲起来 所以在他的眼里他觉得你像小绵羊这样子 可是你抽到戒指的这个戒指就代表就是 他将会是你将来的结婚对象 刚开始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有点 很难定下来的一个人 这样好像就是他好像有点花心 或者就是他桃花很强 所以你没办法就是快速的跟他定下来 有一种好像就是 他是我的这个将来的对象 他好像有很多人喜欢他 他好像就是 应该是不想要有一个稳定长久的感情吧 因为有一种这样的想法 他的桃花的确是蛮强的 可是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甜蜜的一个约会 我感觉到是约会 你抽到W就代表就是可能他有一个W的汉语匹 叫Way的 或者有一个W的汉语匹 他是个非常亮眼的人 在他事业也是蛮成功的 可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他也是有很多烦恼的人 所以他的生活当中他很少就是有一种 可以静下来可以平静的过生活的那一种类型 他的桃花的确是蛮强的 可是我感觉到就是 烂桃花很多 他的烂桃花的确是很多的一个人 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喜欢他 可是他跟人之间是有距离感的 他在感情当中是进度是非常缓慢的 他没有说就是我的进度要很快 反正就是他像乌龟这样子慢慢的爬慢慢的爬 因为他应该是被之前的感情吓到 他觉得就是男女之间应该是平衡的 他非常强强调就是男女平等的这种个性 如果一个感情当中他觉得 一个感情当中就是可以男女平等的话 他才会觉得就是这个感情才能比较平静一点 我感觉到他之前的感情应该是有很多的争吵 他想要蜕变 他不想要拥有就是像以前这样的那种 很多争吵啊很多争执的那种感情 他要蜕变 他不建议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对象 他不在意这个人的金钱 他也不在意这个他的另外一半 将来的另外一半的外貌 可是他很害怕就是应该讲害怕吗 他很害怕就是呢 会跟他讲骗话啊 不诚实啊 欺骗隐瞒啊 耍心机啊 或者很 就是那种很想要诱惑他 可是最后发现到就是原来他是一个这样恐怖的人 我感觉到他之前的感情就会对象 应该是一个恐怖情人 OK 所以他是心里面是有这种担忧的 可以留意一下 这是我最主要看到的一些信息 他对于感情是非常谨慎的 我们抽几张内浪漫牌卡看一下 对对对 他非常害怕这种 OK 因为你抽到有四张出来 我不来要抽五张的 他的确是非常非常排斥 就是因为这里有蛇嘛 这里也有 那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 诱惑人的那种人 然后好像就是慢慢的把他吸引来 后来发现到就是 如果你穿得很性感 或者就是你是男性 你在找一个男性伴侣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在意自己身材的 不管男女啦 他的另外一半 他要找的就是不要漏太多的 或者就是引诱他的 因为他总觉得就是如果我一掉进这个陷阱里面的话 这会是一个长久的陷阱 永远的陷阱 我会被这个人给控制住 所以他对于就是这类型的伴侣是蛮排斥的 就是如果你穿得太性感 如果你一直漏你的 什么的 看你要漏哪里啦 不管是男女你要漏的话 他会很排斥那些漏的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些人是靠着他的身材 或者外貌去吸引他 然后呢控制他 控制于很强操纵他 给他太多的压力 然后他感觉到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包装起来的 然后我感觉到就是有一种前任有欺骗隐瞒 对他撒谎过很狡猾耍心机 我感觉到就是有严重的这样的一个 吃产跟能量 他其实是很排斥这一类型的 他的个性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不喜欢跟人家吵架 他不喜欢drama 他不喜欢戏剧化的东西 他每次遇到一些真实的话 如果太激烈的话 他会选择冷战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好像就是好像有一种 我到了一把年纪了 我感觉到他这个人是有一定的年龄 我到了一把年纪了 我真的不想要再吵的一个状况 对如果你要就是欺骗隐瞒我的话 那我就宁愿就是冷战 如果你不诚实的话 那我宁愿不跟你说话 他比较排斥那种没有安全感 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 不是没有安全感 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 然后透过就是那种不安全感 来控制他操纵他 你刚才讲说 他的前任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所以他不想要找到这类型的人 或者就是讲说就是他不够钱 他的前任可以讲说就是他不够钱 然后他还是在施舍他的钱给他 或者一直想要制造安全感给他的前任 可是后来发现到就是这些都是包装的 所以他其实是伤得很深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寻找一个女王 一个王后 就是很漂亮 很有魅力 很有自信 然后可以照顾好自己 然后不只是可以照顾好他自己 也可以照顾他身边的人 然后他也是想要找一个对象结婚的 他想要就是找一个他孩子的妈妈 他想要跟你结婚生小孩 这是他想要的 然后他觉得就是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那一面 不只是他也是喜欢就是去照顾人 可是如果要讲说就是 可是如果要讲说就是 你完全依附于他的话 然后吸干他能量的话 负能量太低的话 他很排斥 因为他前任就是这样 可是你就不一样 你的磁场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下一个对象是因为看中就是 你有极大的创造力 你有极大的创意 你有办法去创造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 你有你自己的魅力 你也很独立 然后你也就是不只会照顾自己 也会照顾身边的人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欣赏你 也非常非常珍惜就是跟你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打坐观察你的想法和情绪 你抽到打坐的牌卡 你创造了你自己的天堂 你也创造你自己的地狱 他以前喜欢上这样的对象的原因是因为有大部分的原因是他自己 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发现到就是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烂桃花是因为我自己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烂桃花 所以我下一个对象我一定要找到我自己的正桃花 所以当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反而就是会学习怎么珍惜你 因为他的之前的感情就是这么的恐怖 OK不是因为我要讲恐怖这个字 这个恐怖的字是从他的磁场我是感觉到有一种恐惧 放下你的自尊性 他其实对于就是他自己选择了一个烂桃花这个东西 其实刚开始他是蛮反对的蛮排斥的因为他觉得就是不是我的错 可是后来他可能就是做下来仔细的思考 经济的思考 发生了什么状况为什么他的感情是这样子 之后他才得到了一个领悟就是我自己造成的 感受一下身体哪里紧绷 放松一下你紧绷的不会 他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 那讲说他有很忙的一个事业 花时间与动物相处动物会让你开心 要么就是呢他有宠物或者他喜欢动物 要么就是你有宠物 你喜欢动物 这是我看到的一些主要的特征 好我希望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的问题 我们总结一下吧 谁将非常爱你疼你 你将会和他展开一个甜蜜的感情吗 谁的话我是感觉到他上升太阳月亮 是有天蝎座 然后 很喜欢穿黑蛇 然后之前的感情受过很 严重的伤 然后他 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一个烂桃花 因为他自己选择了这个 对象 所以他在这个跟你之间的感情 他会非常爱你疼你的原因是因为他非常珍惜你 因为他之前的桃花真的 在他心里面他觉得蛮恐怖的 所以你就会他就会非常珍惜跟你之间的关系 我也看到就是你将会和他展开一个非常甜蜜的感情 OK他是一个蛮不错的对象 是一个懂得感恩珍惜的一个人 会感感激你和珍惜你的一个人 好希望这个战谱会引到你的问题哦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就是你们的故事 或者你们的感想 记得按赞分享 订阅 开一下小铃铛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还想看更多影片的话 我的白玉亮会有超过100个 战谱跟学习战谱的影片 可以给你们观看 如果你们想要跟我 预约一个私人战谱 来帮忙你们私底下 看一下你们的桃花 怎么在近期性来你们想要的对象的话 也可以给我预约一个私人战谱 当然你们也可以参加就是我的这个工作房 如果告诉你雷诺曼比塔罗牌卡还容易 上手的话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在 我的网址里面报名参加 全部的信息都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好选五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谁将非常爱你疼你 你将会和他展开一个甜蜜的感情吗 你的下一站幸福 下一个正缘将会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幻影 你给 应该是想说他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一个 他非常梦幻的一个人 或者他是一个很喜欢放空的一个人 因为感觉到就是他好像不在这个时长当中 所以他可能就是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在想着其他的东西 他并不是他人在那边 可是他的 心不在 所以换句话说要么就是他心事重重 要么就是他有很多的 想法 所以他 没有办法专心就是在 那个地方 做某一个事情 要么就是呢 他就是很累 就是开始放空 或者就是开始在那边打瞌睡 就是 总觉得就是他人不在那边 就是他给你的第一次印象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有点好像他好像 他给你留下来的第一印象其实不是很强烈 你看到他可是你记不得他是谁 或者你记不得他的脸 你看到他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所以好像就是你一眼换过去 好像 好像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他其实有出现过 就是在那个场合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遇到他的一个状况 可是当你进一步了解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 这个感情非常的梦幻 就好像很不真实这样子 我们接着看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戳几个 几个 吊饰 还有就是骰子来看一下 你们又戳到戒指 这个会将会是你的结婚对象 你跟他之间的感情非常非常的甜 我是看到因为我们的问题是有问就是 这是会是个甜蜜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甜的 婚姻 是非常甜的婚姻 这是我看到 然后他是你的正桃花 我感觉到就是刚开始你是不喜欢他的 可是过后当你进一步的了解他之后 你跟他展开一个新的感情之后 你们的感情是非常甜蜜的 然后我是感觉到就是 你跟他在一起是非常开心跟快乐的 我感觉到 要么就是你不喜欢宠物 要么就是他不喜欢宠物 这里有 那个宠物也是另外 也可以代表就是要么就是你不喜欢昆虫 要么就是他不喜欢昆虫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对于改变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他不喜欢改变 他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 你只要改的话 他可能需要 10年算起 你刚才讲说10年后他才会为你而改 所以 你很难改变他 所以你 不用想 你可能在一个星期一天 一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 或者1号 1月份 会遇到他 对他是一个 一个非常固执的金牛座 他上升太阳月亮的金牛 非常非常固执 不愿意改变 可是他 至于要伤害你的话 他倒不至于 他非常在乎你 然后他是那种会做起来跟你心平气和的谈 他非常在乎就是 跟你交流 他跟其他人 比较在乎就是 就是谈判 OK 他就是这种 喜欢 跟人家谈判的一个人 应该是讲说就是 当他进一步的了解你的个性之后 他会发现到就是你的个性将会是他所要的愿望 会觉得这个就是我在找的一个人 可是刚开始他在你旁边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就是有点紧张 就是他不是一个很善于 认识新朋友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你旁边会很紧张 所以他的存在感其实是非常低的 不是我讲 可是我也是有的确是有看到 刚开始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 觉得就是他好像非常的缺钱 或者就是他好像 看起来没有说很有钱 可是这是第一印象 可是过后当你进一步了解他的时候你会 发现到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人 他将来变成父母的时候 会是一个 很疼小孩的一个 父母 这是我看到的 我不知道 我一直感觉到他是个缺安全感的人 有点很容易紧张的一个人 对他是个很容易紧张的一个人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 不只是给你啦 就是有一种 距离感 要么就是不太善于 善于就是直接讲话 所以 有一种保护欲有点强 所以 让人很难接近啊 可是当你一旦遇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 哇他真的真的很在乎这个感情 非常爱你非常疼你的一个人 应该讲说这是释放出给那些他不熟的人 他不是那种会跳出来讲说 我在这 给他是一个 几乎 懂得这么的照顾人 懂得这么的照顾人 可是他有一点少许的一点点少许的不安全感 可是他还会 照顾 他的另外一半 然后很关心他的另外一半 然后他将来结婚的话他是一个很好的父母 这是我感觉到的 OK我们看一下就是零浪漫 你遇到他其实是有一种机遇巧合 OK不是因为你要遇到他你才遇到他 是你不小心遇到他 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啊他 看到你的时候他压力非常大 可是这不是你造成的压力 而是他不喜欢这种人多的地方 对他感觉到就是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想要离开这个场合 然后他会一直在装着好像在看自己手机好像忙着打简讯 其实不是他在 用手机去隐藏就是他的这种紧张 不想要给人家看到就是他的不安 那我觉得这个人 蛮有趣的就是他在看着他的手机 其实他的手机他有在打简讯吗 没有 他只是在滑手机而已 可是他手机其实他也没有在看手机上的内容 应该很紧张 他在转移注意力吧 像是就是他在传简讯给朋友啊 或者同事还是就是 当一个伴就是想要透过转移注意力 好紧张的一个人 在一个社交场合的一个人 当然他的上升太阳月亮出的金牛座 我是看到有水象星座 比如双鱼 天蝎 去蝎 我是看到主要这几个星座 第一眼 你会忘记他的存在 跟这样讲 你不会忽视他的存在 可是 他会看到你 他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好亮眼 这个人很有魅力 或者这个人讲话还蛮大声的 或者就是个人他会觉得你你的存在感非常强 他的存在感非常弱 所以是感觉到有一个 有个强大的一个 差别在那边 然后你一进入这个场合的时候他第一眼就望向你 他知道你你不知道他 你一进来的时候他会你是有一个伴 应该是讲说有一个人 陪着你 进入这个场合 可是这个你旁边的这个人是不太会讲话的人 或者一直讲错话的人 或者很犀利 一直在批评人 或者 应该是讲白目的一个人吗 就是讲话很伤人 然后不顾忌到其他人感受 或者是非常冷淡 所以他讲的话 其实是很伤人的 尤其是对于就是不认识的人 会觉得就是 怎么 怎么就是 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你带了一个这样的人 可是有一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快要讲错话 所以你一直在 你刚才讲说叫他 不要讲这么多话吗 还是你稍微的阻止他一下 可是你是 两个人 你是我看到 三个人 你是三个人走进来 所以你是跟一个 一群人走进来 然后另外一个人 好像穿的比较拉胎一点 或者看起来没有钱 然后这个人三三来 迟到 或者就是 没有钱的一个状况 还有多一个人 应该是 一群人 我感觉是 一群人 有一个人看起来就是娃娃脸 看起来就是 好像就是很照顾其他人的情绪感受 很照顾了每一个人的想法 在一群人当中他看到了 他看到的你应该是这样 有男有女在这个 这个 群体当中是有男有女 所以你们其实是蛮有存在感的 你们是一群人 可能 我感觉到在 这群人当中有四个人以上 你是去个社交场所 然后呢 旁边就有他 然后他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OK我是感觉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是跟一群人进来的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其他的信息 尊重你的真相 你是一位创造者 你创造你自己的现实 我觉得就是你另外一半其实很欣赏你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 尊重你自己真相的人 或者就是你对于 你觉得是真的东西 你会非常的坚持 然后你是一位创造者 你创造你自己的现实 所以他非常喜欢你 他想要跟你学习 然后他非常 在乎就是你的身体健康 一旦你生病的话 他会很照顾你 我感觉到有一个这样的人 你是根源的延伸 根源是创造 创造这宇宙的全服 应该是怎样说他非常 欣赏就是你的创造能力 对呀这里讲说冷静深呼吸 先让自己放松一点 OK他真的非常紧张 在这个社交场合里面 是个非常有趣 害羞的一个人 我感觉到 OK 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谁将 非常爱你 疼你呢 这个人 是个非常害羞的人 上升太阳 月亮有金牛 双 鱼 双 鱼 不是 双鱼 巨蝎 天蝎的一个人 谁相信左 最主要 还有金牛左 非常固执 很难改变的一个人 可是呢 一旦你跟他进入一个感情的话 你将会跟他展开一个非常甜蜜的 婚姻 OK 你可能刚开始他跟你交往的时候他可能不懂浪漫吧 因为他非常害羞的一个人 我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是一个甜蜜的约会 这是一个甜蜜的婚姻 应该是从你身上学的 因为他想要 让你幸福了 所以这他会是你下一站幸福 OK 蛮有趣的一个个性 当然你们可以在下面 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或者你们的故事啊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一下小铃铛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还想要观看更多的占卜 影片的话 不管是学习还是看 多一点的占卜 四选一 我的把预约会员有超过100个影片可以给你们看 如果你们想要与我一对一聊聊 就是你们的桃花 你们的爱情 或者其他的人事物的话 你们可以给我预约一个私人占卜 全部的信息都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也包括就是如果告诉你就是呢 雷诺曼比塔罗派卡还容易学习的话 你们想要学的话 如果你们要的话 我将会举办一个免费工作坊 你们可以报名参加 OK 全部的信息都在下面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OK 拜拜 好 学二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谁将非常爱你 疼你 你将会和他展开一个甜蜜的感情吗 你的下一站幸福 会是谁呢 学二号的朋友们 学二号的朋友们呢 你的这个对象的上升太阳越来越有火象星座 换句话说就是有狮子座 射手座 牡羊座 然后他进入一个磁场的时候你会第一眼看到他 因为火象星座嘛 就是全部的焦点都是在他的身上 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 然后他是个非常有憧憬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他们有些人是老板级人物 因为可能他上升太阳越来越有模样做 你很难忽略这个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吊式占卜 我们看一下几个吊式以及塞子 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OK应该是讲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然后呢 他会一直惊喜就是给你很多的惊喜 对于就是他 拥有多少的知识 他是一个行走的一个 Excyclopedia 行走的字典 OK 你会觉得哇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就是他有无止境的 信息量 这是我感觉他就是无止境 然后他讲话有点慢 他会慢慢的跟你分享就是 他的知识 如果是跟你分享知识的话 他会非常慢的跟你讲讲解 因为如果讲太快他 会担心就是 你会听不懂 所以他会慢慢的讲 可是问题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比较 大男人或者大女人主义的一个人 你戳到火星你又戳到这个火焰 这代表就是他是一个 领导级的人物或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热情的一个人 他是有自己的野心有自己的憧憬 然后 他要么就是老板级人物啊 位置比较高 存在感情也非常强 你会看不出他的年龄 你会觉得就是他好像年轻似的 可是 他的照顾人的方式是 专注于就是小细节 可能就是你需要一个纸巾他会递给你或者就是他 你需要 扶一下 可能你不小心跌到他赶紧扶一下你就是这种小细节 不是那种就是 很花言巧遇的那种不是他的他是一个非常 小的细节的那种 照顾 他不是一个很甜的人 可是透过这种小小细节 你会觉得很浪漫 他的确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就是应该是想说这种浪漫是 不是偶像剧或者 你想象当中的浪漫 可是他 这样小小的 帮你一下你会觉得 哇好好天 可能刚开始你很 你会觉得就是他怎么就是 不懂的没有情情趣的一个人 你会觉得就是他是一个 但是他有他自己 表达爱的方式 他是非常爱你的 可能他在将来就是你不理他的时候 他会发现到他的缺点 他不够浪漫会送你一个玫瑰花吧 一朵玫瑰花 可是因为这是逆味的就是我 你现在送我这个玫瑰花 不想要 我走开 那个状况 就是好像有点我送你玫瑰花 可是你不领情 因为他是讲说你 跟他吵架吵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分针 OK 然后他想要 透过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补片的浪漫方式 送你玫瑰 可是你不领情 他不是他 蛮蛮扭曲的 他不在乎成功 他不在乎金钱 他也不在乎 他也不在乎幸福快乐 有点奇怪 应该是讲说 他因为蝙蝠加上那个鱼的骨头逆味 他很黑暗的时候的确是蛮黑暗的 他的负面情绪 一旦他沉溺在他的负面情绪当中 他还蛮黑暗的 可是他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 只有进一步的人 或者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能看到这一面 就是他的黑暗面 不然他给人家呈现出来 他是一个很有 热情或者非常强的一个人 可是他私底下有他自己的黑暗面 他也有一些私房钱 应该跟你讲 他有一些私房钱 可是只有 只有他卸向新房的时候你才能知道 就是他的这一面 就是他的这个比较黑暗的地方 他一旦很难过的时候 他会放弃所有的那种人 我不在乎了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的那种 我给你个比例吧 就讲说如果他对于这个人他非常失望 的话他会放弃这个人 他觉得无所谓 这是他的黑暗面 或者就是他觉得这笔钱我赚不到 我已经口袋已经破了一个很大的洞 那就让他这样子破下去吧 所以他是那种需要就是在他最低潮的时候有人扶持他 可是如果他在很亮眼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的人 所以应该是讲说他是一个不经不起 强大失败的人 我讲的失败不是普通的失败 是那种真的很糟糕的那种 需要一个人扶持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就是他没有用还是什么的 不是我不是在讲这个 OK 而是就是 那种很严重的东西 需要一个人扶持 可是他一旦站出来的话 他会走到就是人生的 顶端 他非常相信就是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一个人 如果你知道他最低落的时候 离开他的时候 他会 记得 就是这个人不能留 可是如果你知道他最黑暗的时候 你陪伴他的话 他永远都会珍惜你这个人 因为他相信真正的真爱 真正的桃花 是 有福同享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一个人 这是他的愿望 所以他在感情当中 他是 慢慢的在进行的 他不是一个会紧张 进入一个感情的人 可能在这个 过程当中 你跟他谈恋的时候 他可能会做出一些 你看不懂的行为 就譬如讲说 释放一些负能量给你 或者给他 给你看一下 就是他的一些 缺点 看你能不能去接受 他会试探你 这是我感觉到的 因为他觉得就是我是有这么多亮眼的地方 可是呢 这是狮子座 对呀 就上生态运的狮子座 好 所以他觉得就是如果我给你看我的 缺点的话 你还能接受的话就代表就是 可能就是过关了 不要只是看我的 优点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呀 他有时候还蛮幼稚的 这个你可以留意一下 他可以发小脾气 可是他的脾气不是真的发 我是觉得就是在假装的 他就是假装 要看一下 我发一下这个脾气 这个人会不会留下来 这个人会不会跟我有一个长久 稳定的感情 会不会留下来 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 他干嘛这样子 我是感觉到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可是当你进一步了解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他已经没有在试探你之后 你会发现到就是 其实他蛮好相处的 他只是在演一个不知道在演给谁的一个 一个喜剧 他在工作领域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强 他很会跟他的身边的同事 伙伴 生意伙伴 工作的一个人 他这个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然后教皇可以代表就是他要么就是在一个非常传统 的公司里面工作 要么就是在一个大公司工作 他对于感情的那种想法其实是非常传统的 他觉得就是 我们交往之后一定要结婚的 如果我真的 觉得我认定你之后我们就结婚吧 他是那种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刚开始会有很多的在考验你的一个状况 然后你又看不懂为什么他幼稚什么的 可是 一旦你过了那一关之后他会觉得就是OK这个人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的女朋友将来 一旦认定了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之后啊就直接就是讲说 这个是我的结婚对象 他是这样子 一旦认定之后他就会变另外一个人他会觉得他就会 很照顾你他就会觉得他就会跟你分享很多的东西 他会 买东西给你吃我感觉到 或者就是带你出去约会 或者照顾你 跟你生小孩 他也是想要跟你生小孩的一个人 你会觉得就是他在刚开始交往还有就是稳定交往之后判诺两人 因为对他来说交往是有分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呢我在敷衍你的交往一个是我真的稳定跟你交往之后 确定关系之后我们是要结婚的 如果你是跟他就是 刚开始认识的话你会看不懂这个人 可是后来你进一步的了解他之后你发现到 奇怪他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搞 是刚开始就是有一点怪怪的 一个状况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感受你心中的内心的瓶颈 这个是等感情感情稳定之后他会给你一种瓶颈感 然后他会一直 给你东西或者给你时间给你礼物买东西给你的一个人 然后你会感激就是你所拥有的你会结婚之后才会感激就是 真好有你 爱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是觉得你们的感 你们的婚姻是非常传统的 要对 自己的生活负责 他不只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他也会对你的生活负责 互相的 然后一旦你跟他结婚之后你会开始释放你心中的悲伤感 所以他其实是个蛮不错的对象是刚开始你看不懂他 因为刚开始他是那种会玩 爱情游戏的人 在试探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另外一半 一旦稳定之后他会就非常恨你非常爱你 然后 你将会跟他展开一个甜蜜的一个感情 当稳定之后 他就是你的下一站幸福 还蛮有魅力的 很容易接近的一个人 刚开始 刚开始你第一印象会觉得这个人蛮容易相处的 可是后来发现到他怎么这么贵吗 这么难搞因为他在试探你试探了过后又变成好像很容易 相处这样子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好我希望这个账谱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你们可在下面分享 你们的感受 你们的故事 或者呢 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就是开下小铃铛 不要错过下一次 影片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还想要看更多我的账谱影片 或者学习账谱的话 我的白月亮会员有超过100个影片 可以给你们观看 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对一聊一聊 就是你们的桃花 你们的 想要找一个不错的对象的话 要我帮助你们 你们可以跟我预约一个私人账谱 当然就是如果 我告诉你们就是 雷诺曼比塔罗牌卡还容易占的话 你们想要学的话 我有个免费工作房 你们可以去报名参加 全部的信息都在以下的说明框里面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选择7号的朋友们 谁将非常爱你疼你 你将会和他展开一个甜蜜的感情吗 你的下一站幸福会是谁呢 7号的朋友们 好选7号的朋友们你选了引力这张牌卡 可以代表就是呢 这个人是你吸引来的 你可能透过就是你的想法 吸引力法则去吸引来的 所以这是你想要的 OK 你跟宇宙下订单 或者跟你的天使下订单 而得来的一个 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透过 吊事还有一些筛子 给你可能在两天两个星期 两个月以内 你会遇到这个人 或者你在二号碰到这个人 OK 在这个关系当中 我感觉到就是你们非常爱彼此 然后你们的感情是非常长久的 是在迈向某一个方向的 还有在感情上面 你们是互相表达 就是如果你们爱对方的话 你们是会讲出口的 然后 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平静 幸福的一个感情 所以应该是讲说在你们的 生活当中你们会一直讲说 我爱你 我爱你这样子 在你的感情当中 可是如果不如意的时候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 我看一下 你有看到吵架 吵架的时候 你们是讲话非常伤人的 因为不只是你 你的另外一半的喉仑也是非常强 换句话说你们很会讲话 两个人都很会讲话的一个人 所以 心情不好的时候 难免就是会讲一些刺伤人的话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他 他不关心你 他不在乎你什么的 他讲话怎么这么刻薄什么的 你 彼此彼此 你讲话也蛮刻薄的 OK 对他啦 OK 所以你个人 这里讲说就是你会觉得就是 哇 怎么这么伤人啊 可是和好之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件事情 和好之后你们的感情是非常的 稳定的 你们也是一个 你们的关系其实很快和好的那种 就是你们不会 讲话拐弯默讲 你们讲话非常直 就是因为讲话两个人讲话非常直 也可以代表讲话有时候非常的伤人 有时候没有顾虑到对方的感受 两个都是 所以 有一个这样的状况了 就是我没有在哭虑你的感受 我讲我的 可是讲讲讲过不久 又和好了 这个我又看到有和好的一个状况 两个很会讲话的人在一起 我感觉到 很快和好 这里讲说很快和好啊 不相信有隔夜错 我感觉到两个都不喜欢有隔夜错 因为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人都属于一款的就是 如果这个人我的另外半能落我的话我浑身上下不自在 这个看起来又像龙又像鱼 就好像就是有一种 强势的能量 可是很强的情绪感受 可是你们的感情是非常稳的 你们有很多的 性关系 我看到 上升太阳月亮可能有金牛座 上升太阳月亮 我看到金牛座 瑜伽上的龙 比较像是就是那个财富 可是 这个财富是很庞大的财富 可是 从金牛座变成那个 这个吊式的话 你会感觉到好像慢慢存钱 你们两个人都是属于慢慢存钱 彼此存钱 彼此 拥有这个强大的财富是 就是好像互相帮忙 彼此的财富似的 对 没有一笔 钱是没有跟人家讲的 我感觉到你们在一起之后 你们结婚之后 尤其是你们是互相帮忙彼此 帮彼此就是稳定彼此的财富 然后呢 你们这笔钱 不会跟人家讲 有一种好像私房钱 可是外人是不知道 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 一笔钱 我是有看到一个这样的状况 蛮详细的啦 可是 看一下 要么就是你的学历很高 要么就是他的学历很高 你完全没想到就是他会出现 可能你们是 在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镇 旅行旅游 去海外工作 或者去 跟一群朋友出去旅游什么的 或者去 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有看到 或者就是一起去交游什么的 你会认识到这个人 你们会先从暗恋彼此开始发展 我感觉到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信息 先暗恋彼此 然后展开一个感情 所以这个感情不是明讲的 好 这是金牛座啦 OK 你们的感情也是属于非常传统的那一类 在将来是会结婚的那一种 可是生小孩的话 可能 你们生小孩可能小孩来的比较慢一点 或者就是 突然之间 意外生小孩 要么就是生不出 没有小孩 我想要生可是生不出 你们有些是这样 我感觉到就是有一个小孩的一个问题啊 一个小孩不是要 不是出现在你要的时间点就对了 应该是这样讲 你要生他不能生 你不想生他就生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啊 他不会他是完全颠覆了就是你们对传统婚姻 生小孩的那个 步骤做 所以你的小孩就是要么就是来的太快要么就是 来的太慢 一个这样的状况 可是也不碍于你们的婚姻啊 也不是什么状况 你们会一起去克服这个问题的 你们的另外一半其实是拥有强大的肩膀的 应该是这样讲如果他是个男性的话在这个关系当中属于 强烈男性能量的那一方 是属于就是 非常有肩膀的 你可以靠我 我可以对你负责 可是也是有一种 强大的大男人主义的一个状况 他是家里的领导 级人物 应该是讲说领导领导你们的家庭的一个人 可能也有牡羊座看到双鱼座 金牛座 可能有天瓶座吧 释放你的愤怒 你们有时候会是会吵架啦 花时间与动物相处都会让你开心 你们可能会去养宠物啊或者就是去公园走走还是干嘛 生气的时候 不要逃避自己的问题 然后感觉到就是你们吵架的时候会互相 先离开政治 然后离开了之后会发现到 我不应该逃避就是这个问题跟状况 然后 坐下来谈了之后很快和好的一个状况 真实的对待自己当个真实的人 你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是非常正的 所以你们讲话也是非常直接 有时候非常伤人 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讲话非常直接伤人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拥有就是你们各自的真相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 你另外一半也觉得这是真的 将来的另外一半 人性深呼吸先让自己放松一点 对你们现在会各自有自己空间之后过不久就会 坐下来谈然后很快和解的一个情侣 我只有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关系 OK我们总结一下吧 谁将非常爱你疼你 你将会跟他展开一个甜蜜的感情吗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非常爱你疼你的人 是个跟你一样 就是直来直往的一个人 或者很善于表达的一个人 然后 你们很快的那种会很快和好的 是个非常传统的婚姻 我是看到一个这样的状况 你是在出游或者在外出的时候遇到这个人 或者 出国 也会遇到这个人 然后 你将会跟他 长开个甜蜜的感情吗 我是觉得 你们不是最浪漫的情侣 可是 甜蜜的感情还是有的 OK 甜蜜的 约会还是有的 你的下一站幸福是一个非常 有肩膀 尤其是男性啊 非常可靠 非常有承认感的一个人 如果你们 的话 你们可以跟我预约一个私人占谱 然后我会在zoom上面跟你们一对一聊聊 看一下你们的磁场跟能量 当然 如果告诉你们就是呢 雷诺马比塔罗牌卡还容易学习的话 你们想要学的话 我有个免费的工作房 全部的信息 就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你们可以帮我们参加 好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